我觉得它有少少刻意想用一下二把位 但又未至于完全拉不到 我搞了很久也很难才能找到对的音 用一小字的感觉 拉完这个G就下C 我不知你怎样连 如果我的话 问题应该会出在换把那里 放在二把位 我只会拉四个音 就是这样的 然后用不同的节奏 可能是短长短长 练十次 刻意给自己很少时间去换把 你看看 是吗 还有我想一手指 这个C 是不是 我把它拉长 就是一个不平均的节奏 短长短长 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 很容易就 skip了就会拉下去 但我们就是想听一下这个音 准不准一手指准不准 就是这样 就是听上去 是的 但又未必够的 不可以只用一种节奏 那我们又试试跳回转 试试用长 短长 短 短 你用这些方法 你就会找出哪一个音 是问题所在 即是你用长短长短 你听到都大致上可以的 但是 你只用长短都不够 所以你用回刚才我们的第一种 用短长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是难 因为除了换靶之外 还换什么呢 换靶 换弦 换弦 换弓 这里是E弦的 E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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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跟着是A弦兼换靶 那又怎样呢 不是 先看看 那就是左右手的配合 是不是 换靶不只是讲左手的 有时候譬如这个情况 你要连右手去讲的 你换到 但原来右手都不是拉着那条弦 那讲什么 是不是 即是如果这样 那么不规则 短长短长 你都拉得到 拉得准很容易换到弦 很容易换到弦 很容易换到靶的话 你再拉回它 你就会拉得到 你不会觉得难 你甚至不会去想它难还是容易 很流畅 对 因为你已经 教识了 手指 要退多少 多快去退 去按到这个二把位 一手指 对 错了 已经 对了 F natural 对了 再来一次 上弓 Sala T 接着呢 你接着要做什么呢 OK 会有一个坏习惯 很容易出现 现在拉得准的 完全准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这样拉 有什么问题呢 很准 很准 当然知道你在哪里 不是啊 因为你会习惯了 给自己两三拍的时间去退 但是普通上没有的 所以你又问我 为什么要用不规则的节奏去练 为什么要短长或者短长 短长 我们刻意给自己很小时间去退 因为现实上我们不可以 你等一等下 鋼琴 你等一等下 我要慢慢去找这个音 喝杯茶 喝杯茶 没有的嘛 所以 明白不明白 再说另一样东西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 拉准这个音 如果你拉准这个音 中间原来是 要等两三拍的 那没用啦 是吧 所以是流畅 所以是流畅 音长差一点 那么多 你可以慢慢 可能早点准备 左手放松一点 但是如果 你给自己太多时间 你习惯着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很难 很难 因为你练的时候 没有以这一样东西为目标 没有以流畅为目标 没有以流畅为目标 不单只是左手换把的流畅 也都是关乎你的换言 我建议你去到这里的时候 不要像有墩墙 挡住自己 轻了 轻了 不要停留 響高这个音 这么久 OK 试一下 傻那切多 上 你拉 流了 康言 倒转了功法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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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也都顺便 我们 是的 就是明白背后 如果我们真的要用二把位的话 怎样都可以 拉得流畅 拉得自然 不会告诉别人这个 这个指法我很不喜欢的 你看我多不喜欢 我拉得不流畅 停在这里 还要不准 我们都会有方法去 就是尽量 给别人觉得 原来他没有换把 自然都好像没有换把 那样 你就不要 他太多了 感谢 想想想想想看